中文字幕志愿者 大家在场馆里一起度过了这个欢乐的时刻 作为国家跳水队的一员 全红蝉已经成长为队伍中不可或缺的力量 他参加了许多国内外比赛 不断学习成长 在赢得一枚含金量高的十米台奥运金牌后 也接受了更多的挑战和考验 为明年的巴黎奥运会做着准备 全红蝉的执教教练陈若琳 是一位拥有五枚奥运金牌的功勋教练 他曾带领国家队获得过许多荣誉和成就 而如今也是全红蝉最重要和最亲近的教练之一 陈教练并不是每个人都信任的人选 但全红蝉对他的评价很高 承认他是个非常好的教练 不仅在训练中指导他们 生活上也关心照顾他们 为他们创造一个良好的训练环境 在巴黎奥运会即将到来的时刻 中国跳水队的未来依然具有无限可能 陈玉熙和全红蝉都将是各自领域的佼佼者 而国家跳水队也期待着在奥林匹克赛场上 再次创造辉煌的成绩 全红蝉这个星星 她的16岁成为了承载希望和无限可能的里程碑 这必将成为她日后事业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